蓝金黄计划24小时在战斗中 从未停止 也永不会停止 它的效力和杀伤力 远远大过一场导弹 和各种所谓的枪炮的战争的杀伤力 什么叫金色计划 就是金钱 黄色的金钱 金色的金钱 金砖 通过哪里输送利益 通过所有的上海的昆山的台胞 上海的台胞 和上海在广东开展的台胞 主要是三个地方 通过故意放水 让他们免税 到最后让他们偷税 给它诉讼利益 进行法律的镂空的绑架 让港商到东莞去嫖娼 到港商到广东去投资 进行前期的利益诉讼 后期的所谓的违法绑架 那么第三招叫黄色 蓝金黄 这个黄就可怕了 黄色计划就是掌握所有台湾高官 商人名人性丑闻 毒 吸毒的丑闻 然后就是赌的丑闻 通过赌给你输送巨额的丑码 要你赢钱 也可你输得家破人亡 然后还惹上黑道追债的这种不可解决的麻烦 然后在澳门的整个的嫖 那就是这些录像抓入一个灭一个 永远威胁着你 这就是今天台湾和香港和这个盗国贼之间的博弈当中 你不可能赢 你不可能赢 因为这些人把过去的正常生活 赌赌赌赌 赌赌赌 嫖当中正常生活的方式 已经成了盗国贼对付你的核武器